史珍盛 啊 現在到了最後了 那就是 就是我了 我是江川 借我 坐著 附星 借我一个暮年 借我碎片 借我瞻前与故后 借我只有无少女 借我后天长成的先天 借我变如不成改变 借我疏难的事故和明白的鱼 借我可预知的鲤鱼 借我悲冲的磊落 借我温馨的鲁莽 和玩笑的光明 借我最初与最终的温散 借我无言而喻的尽 借我一场秋啊 可你说真心恭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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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自己给忘了 这句说什么叫忘我的境界 太投入了 我其实还很喜欢木星的东西 他写的非常直白 但是非常的深纸 这从他和他人生经历有关 他呢就是一生非常非常的坎坷 但是呢他在每一个 不管太多坎坷 但是他的人生 每一阶段 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呢 他都做到了极致 都富裕一种所谓讲的 我们讲的就是贵的气息 也许他是在上海长大的 那我也许我上海人 所以我更能理解呢 他的就是他的这种同情 这种情怀啊 这种情怀 那么我们上海人呢 把那种就是说 这个不管什么时候都是 这个能够成成功文的 对吧 穿着那三星水秀的人呢 称为老克拉 这个老克拉 这个就是木星呢 就是属于这个老克拉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群里面 也有一个老克拉 老克拉是谁呢 就是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就是这个老克拉 好了 今天请谢谢大家